开始录制 首先就是我们要开始写程序脚本 可以参考的一个比较的偷懒的方式 就是有一个东西叫脚本整定器 脚本整定器在这个Macscript里面 有一个叫Script Lesson 按下F11就是快捷键了 这个东西它可以去到一些反馈 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操作的动作 它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记录进来的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进入一些比较单纯的命令 单行的比较适合 简短的一些命令是可以在这里实现的 那这里呢它分为两个区块 那上面这个区块呢 它是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得到反馈的部分会显示在这 那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录制器 这个按下Enable 它才能够去进行录制 那另外呢就是这边呢我们可以去显示 show command panel 就是面板的切换也显示出来 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如果我们的动作里头是包含了面板的切换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语法去固制起来 那这里呢show true selection 这是肯定要的 show manual item selection 这个都是需要的 基本上这些是勾选就可以的 那if play scene of genin selection relative scene of genin 这是命名称的上面的问题 然后absolute transformers relative 这是相对于绝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以相对或者是以绝对的方式去显示你的这个语法 那这个可能依照这需求我们再做一点更改 那目前呢就先暂时维持默认就行了 OK 好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去做一点动作来了解一下说可以记录到哪些语法 好那首先呢我们做一个打开 就是打开视窗啊 就是把这viewport开大一点 就选到这 有没有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的action action man execute action OK 编号这个 那它这里的两条虚线呢表示注解的意思 就是速解tools maximize viewport toggle OK 然后呢 如果说将这个语法直接换成文字的方式 这是以编号的方式说明 那这是以文字的方式说明 那就是mass tool or maximize OK 那我们呢这个动作呢 好 先了解了认识了 那我们再按一次auto w 换一键 好 切换 有没有 master or maximize 它开启跟说回来的动作的语法名称是相同的 好 那我们把它这一句话复制起来 Ctrl C 好 那我们可以放到这里呢 来试着说实践看看 好 这where country max with 这就不需要了 我们Ctrl V 贴上 然后呢 按下右边数字键盘 数字键盘 小键盘的回车键 按下 OK 然后它已经执行了命令 好 那我们再贴上 再一次 执行命令 OK 这件事情是就做到了 好 那 基本上是就这么操作就行了 那所以说呢 比方说我们必须要创建球体 或box 好 那 我们可以这样子 好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录制器里面呢 就是 这个 box length 是然后呢 增点点 好 这些资讯呢 就是我们创建box的一个讯息 box的长 宽 高 然后呢 OK 然后这个 位置 就是说是正被选择的状态 好 那 好 这个就是 这个完整状态的一个反馈 那 好的 就是 这样子我们就记录到 这些东西 但是他不是所有的动作都能够做反馈的 所以呢 这个是只是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方向 那当然了就是要更多的语法是可以去寻找 我说是那个Mac是SquidHub 好 好 那这个我再另外再贴一连接 好 就这样子 OK 那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 啊 如果说 啊 如果说 我要创建一个box 的话 能不能从 这个 地方去实现呢 哦 这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 依法我是很肯定 那我让 每次 OK 好了 他创建出来的 这个 box 02 at 啊 就是位置 好 这是一个 就是 他的叙述 那 那 这个 金钱符号呢 就是 哦 一般念的 反正念大了 啊 啊 大了 哦 那 这个 大了box 冒号 啊 box 02 at 啊 就是at 小老鼠 at 然后呢 括号 就是 就是 这个 位置 啊 就这样 那 Dollar的意思呢 代表是 选到的 这个意思 啊 那 就是选到的 这个 盒子 啊 名称叫做 盒子02 然后 他在 这个位置 000 啊 那 这是 自动创建的是 在世界坐标000的位置 OK 那 基本上这个操作就完成了 啊 那其他的操作是以此类推的 就是 基本创建物件都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实现的 好 那 啊 我今天就先简短到这里 啊 循序渐进 啊 就是 天天进步 好好的 天天进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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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